女學生整個人 摔落八公尺深的大排水溝 救護人員趕到現場 發現她身上多處撕裂傷 發生她被扭 被扭 救護人員先將她固定 再將她吊掛上岸 你要燒到燈 媽媽燒起來 女學生臉上滿是污泥 飽受驚嚇 還好意識清楚 她騎乘的機車 就卡在路樹跟護欄中間 當時目擊民眾聽到撞擊聲 也嚇了一跳 而當時一名外籍移工正好經過 發現女學生摔落水溝 立刻先跳下去救人 女學生的下巴撕裂傷 兩隻腳趾骨折 沒有生命危險 警方研判 女學生可能剛考到駕照 不熟悉車況跟路況 自撞路樹摔車 還好外籍移工 及時跳下去救人 否則女學生很可能蜜水